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开源监定团 捡场想尝试角色扮演 本节目真的 可以上去一下吗 这一条都调得起来 它地板就是蹲在地上擦 屁股要擦它 然后把这套衣服让它脱下来 可以脱 你天生注定被女人踩在脚下吗 从水面上就可以知道了 这条线如果说以身体来讲 可能是血液循环 但是如果以夫妻来讲 就是有点要让老婆的意思 怕老婆 不要说到怕 怕这个形容是不太好 意思就是说很尊敬老婆 你被另一半当成楷子爹 或是楷子娘吗 对啦 如果是家庭 非常非常孝顺的人 对家人是对的 没有话说 而且你觉得说还够不够 如果不够的话 你还可以拿更多出来 所以观众朋友圈 这个单其实蛮恭喜你们的 你们都是一个非常爱家又顾家 而且会对另外一半的家人 跟自己一样都非常好的人了 另外提醒你 5月份该小心荷包缩水的生肖有谁 开运船人名人开奖则要提醒你 哪些人最爱朋友 其佣不要错过了 今天的开运竞技团里面要请到一个重量级人物 而且是真的 很重吗 很重 而且是你很难 真的可以请到他 对 对 今天所以来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我们的剪场大哥 剪场大哥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难得你会来的你知道吗 你干嘛剁成这样 剁成这样 不是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吓一跳 不是 因为我很难得可以看到剪场大哥 为什么 好开心哦 因为你很有名啊 你怕老婆很有名 对 这是错误的讯息嘛 哪有 真的吗 反正一个原则啊 家里面的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大的事情 对 就是 看他来做决定 当他决定 要推给我来做决定的时候 就是我来做决定 如果 如果他不让我来做决定的话 一般就是都是由他来决定 真的 洪老师你有没有看到 这种叫好男人 可是我真的要奉劝所有男生一句话 因为苏格拉底真的讲过一句话 他说娶到一个很好的老婆 你这一辈子真的幸福快乐 可是你如果娶到一个不好的老婆 你会怎么样 你还是有好处 因为你会变成一个生活哲学家 多好 多好 你现在说我是生活哲学家 因为我们知道说你这阵子有演艺术这个 麻辣一家亲 对不对 跟戏里面的角色有一样 像这样子的麻吉 麻吉角色 所以就完全就是看蓝星梅 在那边匹配球 然后我们就老生入定 随便 所以你演得很轻松 很轻松 就是演你自己的个性 我就觉得她是根本那个剧本就在写我 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像那个 尖长大哥就是他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角色的扮演他都扮演 包括这个当一个很好的爸爸 对不对 就想问一下就是你有小孩之后 这个夫妻之间的那个世界 夫妻之间的那个关系 会不会有受到什么样子的影响 好 你很好 那边有什么事 好 那个还是有 那个当然 因为我想说小孩都夹在中间很难 没有 我们都会把小孩子 放在床屋的下面 而且他也不知道 对 小孩子哪里知道 小孩子躺起都不知道 然后就算有影响 他也会起来看看 他也不知道该起床 他只是觉得为什么那么吵 这个也没有什么 你处理得好 一样还是可以去 只是说 当有了小孩以后 真的房子上面 不是 我想不光是我 一般的夫妻来讲都会减少 真的 都会受影响 那今天大哥你会不会拒绝他 你会不会拒绝过 有没有这个胆 这个很难拒绝 很难拒绝 为什么 男生这种事情怎么会拒绝 男生这种事情怎么会拒绝 一般来讲女孩子比较会拒绝 男孩子好像不太会拒绝 男生不会 男孩子大概所谓的拒绝就是 睡觉吧 对 一睡就不省人事了 可是你喜不喜欢女生主动 对啊 尤其女孩子他们会精心打扮 对啊 他搞不可以制造一点情绪 例如说点个蜡烛 然后喷一下香水 穿一些性感的内衣 我有听说了 我有听说了 柯淑琴 柯淑琴 我又 讲 柯淑琴 柯淑琴 柯淑琴有没有上过这节目吗 没有 还没 所以可以讲对 对啊 她说 我说那你像你们这样结婚 生小孩生完以后 那当然就比较少了 我说那要做的时候呢 那有时候当然要制造一点情绪 开瓶红酒 点根蜡烛 我说真的假的 浪漫到这样子 真的 我说对啊 不然的话哪有性质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我还不需要 你还 我觉得我随时都可以 被人家挑衅起来 你这么暴力啊 所以你懂吗 这种感觉好像是有那种角色犯 你会跟你老婆玩 没有 完全没有 金牛座不可能 真的 真的 金牛座多实在 你应该他们应该 那她有性感内衣吗 没有 她还有 你看吧 我就跟你讲 她宁可在她身上下功夫 或在自己身材上下功夫 但是不是搞浪漫那一套 她的所谓性感内衣就是 她穿得很舒服的内衣 了解 免质的啦 贴身免质 她觉得很舒服 那我跟妳讲 一定是你们就是平常 可能在这一方面 就是太规矩了 就是可能就 就是来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开运精灵团 对你真的很好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 重金礼品 这个礼物要送给你 对啊 你要给我看什么 示范片吗 不是 你人要什么 太开心了 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味道 你不知道喜不喜欢 真的 所以我们要请一下 今天的礼物 请出场 哇 登啦 登啦 本节目真的很重金 来 可以上去一下吗 好 怎么样 而且 而且我们刚刚请掌大哥讲 它是很容易被挑起来的 对啊 随便挑都挑到了 随便挑都挑得起来 那你 你是说它可以动我 不会吧 没有 我是想跟你讲说 如果今天呢 我们今天这个礼物 是让你欣赏一下 它这一身的打扮 如果今天那个 其实我这样看 我就都会觉得 心跳都会高 真的吗 那你摸一下 我们警长大哥的心跳 有没有很快 真的有 而且 而且我跟你讲 警长大哥的眼睛 他一直这样 他完全不敢往上看 然后我都不敢 他眼睛很 然后后来就 你坐在那个警长大哥旁边一下 对 就这样子吗 这样子OK吗 OK OK 这样就够了 可以再近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吗 再近一点 我还可以神网 可是你知道 我们今天送你这个礼物呢 是有用意的 因为我们现在想让你 想把这一套 你先把它看清楚 然后呢 把这一套衣服 让它脱下来 可以脱 对 你看他 你看见他 可以脱 当然是脱下来之后呢 把这件衣服送给你老婆 他不会穿 拜托 警长大哥 那你穿吧 我拿给我 我留给我女儿穿 我们是比较好奇 所以如果说今天 那个 李义军 你老婆穿这套衣服 因为男人都会有一些想法 一些幻想 就今天老婆 今天穿这样真的很性感 很可爱 那也大概穿不到三分钟 对 那你希望他为你做什么 对啊 帮你倒茶 或者说擦地板 或者是 你希望他帮你做什么 还是在厨房切萝卜 对 他现在可以示范给你看 擦地板一下好吗 擦地板 就是蹲在地上擦 好 屁股要擦他 擦地板 这样擦不行 要这样擦 那你要 我跟你讲 我教你吗 你一定要拿一个毛巾 然后整个人趴在地上 就这样擦 然后屁股这样摇 这样擦 我觉得嘉芊做得比较好 对 这样会不会 会 今天这个兔女郎 也是跟来宾很像 好规矩 太害羞 其实只要我觉得穿这样的服装 刚刚站在一个男人面前的时候 他其实不必做什么就已经够了 所以你觉得他现在整集都在你旁边 你OK吗 还是要请他下去 因为我看你脸色已经有点冒金星了 而且眼睛已经有斜尸出现了 他可以离开了 因为当我神游玩了以后就合适了 你现在是神游玩了 OK 谢谢 因为他休息了还不怎么样 谢谢 但我们刚刚就有讲到说 那个情趣是真的 男女之间在这一方面 尤其夫妻要制造一些情趣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选择角色扮演 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多很多那个 广告或是很多夫妻 他们都玩一种游戏 就是两个人假装不认识 然后出去POP里面 然后后来这个 他老公就来打算他老婆 然后回去他就很开心 今天被大山倒 而且都自己在演 就是那头景 有没有 就很多也有这样的广告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新作人 会搞这种事情 就问一下唐老师了 从新作人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样新作人 男生跟女生呢 最喜欢玩这个角色游戏了 角色扮演 好 来 那我们就来看看了 这个喜欢也不见得是因为情趣了 也许是个性里面有坏胚子的倾向 对 那每个人看一下自己的太阳星跟金星 那剑场大哥是双鱼座 金星在水亭座 刚好跟Chris完全相反 好 那你的金星是在巨蟹 对 那花老师金星在双子 你的金星是在处女座 你也是双鱼座 我双子 双子 我们来看看剑场大哥 你到底是不是一个会玩角色扮演的人呢 搞不好你是 真的吗 不想得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太阳金星日果落到了 没有人上榜 那就是天蝎座 爱丽克斯 木村拓摘 其实天蝎座有自恋的倾向 角色扮演会激发它的表现欲 很有成交容 对 而且其实天蝎座 它个性中有一种 其实很想使坏的因子 就是它有时候 它也想要来一点暴力形象 可是基本上生活态度上 天蝎座很怕人家说它不正经 不正派 而且它平常过日子 还过得蛮严肃的 所以一旦可以玩角色扮演的时候 因为是个玩 它就忽然间很放松 那那个可以使坏一下 譬如说 好 那我来演大野狼 我来吃你这个小猴 我骂 他演坏人可以演得很像 我真的不骗你 然后那个时候它的那个力道 或者是它的那个征服欲 整个都会上来 那个时候的情趣绝对是满分的 对 情趣看你要不要 也要很有情趣 真的 好 我来看一下第二名 第二名有人上榜了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剪场大哥的金星在这 水瓶座 对 田医师里面水瓶座是很爱玩的 他是很爱玩 但是当然结婚前我不知道 结婚后很多水瓶座就不敢玩 没办法在外面玩 那最好是家里如果另外一个 很有情绪的话 他非常愿意被你引爆他的能量 真的吗 所以其实水瓶座要看对手 他是愈强则强 愈弱则弱 像那个余天大哥的水瓶 凡哥也是水瓶座 他们太太多 刚刚你这样讲 就很准 对 他们太太多 像他们都是要靠他们老婆 对 水瓶座是看另外一半来引巴 尤其那个杨凡真的 真的 烧得 闷得不得了 对 但他老婆只要一挑他就 对 都夹起来 你只要起一个头 水瓶座会顺着你眼下去 对啦 所以只是看李毅君 要不要开发剪场大哥 是吗 我跟妳讲 搞不好 但是很难 对 我跟妳讲 对啦 因为金牛座的人 太务实了 太实在了 搞不好那一天 他是一反一眼的 真的 我有时候说 那我们去看电影吧 我最讨厌看电影 就闭嘴了 你知道吗 我从此以后 就没有再去看过电影 真的 我就只好去书DVD回来自己看 好可怜 然后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要声音大一点 你这样会不会吵到我们 他要把声音看得小一点 而且变成看字幕 对 然后呢 有最后我逼着我就买一个耳机 自己看 好可怜 好挂急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 第一名是太阳 金星你想不到的一个人 不是黄老师 是 处女座 买哥 像处女座就是平常过得太轻了 我跟妳讲 她如果会玩角色扮演 她一定会扮演一个跟真实生活 完全不一样的角色 真的吗 平常太压抑 然后私底下你等于在引爆她的潜能 你知道吗 那处女座她很乐于在生活中扮演一个 在正轨里面的人 规规矩矩的人 可是在那界限范围之外 而且这角色扮演也是你要求的 我们就来玩个狗 真的吗 然后她白天就可以继续当小男人 或者是卑微的 上班族 小李子 然后回过头来回到家 就很像 其实想到处女座 你有时候可以想想日本人的性格 就是这样 有泪 但是可以没带 有泪没带 有可能 就会太压抑的爆发 因为我看过几个处女座的男人 他们平常就是很规矩 正人君子 对 虽然很喜欢指乎于理 可是如果房间一关起来 对 里面的声音好像都很凄惨 这个情绪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会玩角色扮演的女人是谁 太阳金星都要看在里面 第三名 有人上榜了 黄嘉迁的金星在这里 巨蟹 是 刚才变演那个就很像 真的吓死人 比兔女郎很像兔女郎 我OK啦 也OK啦 我觉得你应该会配合 对 因为我通常有时候 我会想要说把题材 像我以前会比较玩的是那种 穷瑶剧情 就是穷瑶小说的剧情 那是属于 我觉得那是恋爱 对 但她现在讲的是房事 对 可以用在房事 也可以用在房事 就可以很浪漫 再不能欺负我的小心肝儿 她说你怎么可以这么伤透 伤透 伤透 伤透我的心 我睡着了 小嘉迁 这个很像她 真的很像她 对 其实她在这方面 她就会很呆的 我告诉你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 巨蟹座知道 太阳金星巨蟹的女人 知道自己 其实有时候还蛮理性的 所以她想要解放一下 然后巨蟹座最喜欢演的角色 还不是小女人 最喜欢演的角色是妈妈 如果你把她的男朋友 把她的老公 想成她的宝贝 她就可以特别特别的温柔 用这一招可以入画 你老公是不是比你年轻小 她很好玩 不会 我男朋友 她常常玩一个游戏 那她是可以播吗 我真的快不行 可以 讲啊 你忍不住就讲 因为她会自己 她自己会讲一句话 可是她会代替她的弟弟讲话 她会一失二脚 真的吗 她会说 好啦 现在去跟Honey讲话 不可以 因为现在我想睡觉 怎么睡觉 快点 因为那个Phoebe在找你 哪有 Phoebe没有找我 她就一个人演这个 她在旁边听的 然后我有时候在旁边听 我就一直笑 一直笑 不是 我就会觉得很好笑 因为她自己会一个人演 一失二脚 对 她自己可能就是 开始想要说 要跟你求爱的时候 她知道情趣 她知道情趣 对 我们都知道佳琴的秘密 好有 这是JT最指挥飘价的地方 那她那个男朋友是水瓶座 果然没错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 这个很碍眼的女生是谁 那就是太阳金星日果落到了 牡羊座 那不就是她们上榜了 对 处女座那个王仁府 然后牡羊座是晋晋 哇塞 那个玩热的 我觉得是热恋的时候 然后牡羊座在热恋的时候 玩得很high的 什么都愿意扮演 她最擅长扮演的就是 可爱的小女孩 像 她可能讲话声音 也会开始幼稚起来 那那个可不可以 之类的 对 或者是说表情 思考 都变得很笨很呆这样 对 她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她特别舒服 所以能够接受她 这么可爱的男生 才是她的真名片子 一定要欣赏她这一点 对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这个最喜欢角色扮演的是谁呢 就是从刚刚就演到现在的 皇家间 雙子座 我没那么爱演 这样讲的我真的好爱演 这样我害羞 我认为双子座 既是一个好的演技派 又是一个好的观众 所以她能够引发事情 变得很有趣 比如说她能够 她能够欣赏她男朋友的演出 然后再加上她自己也是属于那种 反正就是 她是属于缴获型的 对方如果出一招 她就给你出八招 然后就越引发越来越多 所以雙子座是属于那种激发 脑力激荡型的 只要对方也是很有趣的 她会干咬去 所以其实有时候那个角色扮演 对手 对手很重要 如果对手不对 玩不起来 他玩不起来 对 然后就觉得自己玩很无趣 对 所以你男朋友很会玩 你干嘛 BB今天不行 去看电视 可是 因为我们平常看 就是你每次演的角色都是比较 比较 中规中矩 对 中规中矩 然后可能对老婆的方式 可能也比较尊重 害怕 这种感觉 对 也是中规中矩 对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问一下 我们的黄老师从手面上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是手面上的男生特征呢 这是画我吗 没有 当然不是 不是不是 他是天生注定会被女人踩在脚底下 这个想要当大女人的 我像不像 要来看一下 不像不像 这个形容是有点你言之过重 应该就是说 比较有点怕老婆 或者比较尊敬老婆 这样就对了 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好 这种人长相是怎么样 我这个呢 并不是说真的有一个人长得像这个 我只把它特色画出来 第一个特色是 眉毛略略的往下 眉毛往下 通常男人眉毛可能是平的 甚至有点往上上扬 他是比较往下的话 通常就是会忍让人家 不要去跟人家计较 或者说跟人家争 那么这一项的话 渐场是有点像 有 有点往下 对 我就觉得他很像舞 好 第二个特色 各位再看一下 鼻子通常不能太大 鼻子太大的话 组间就太强 比较要以自我为中心 那鼻子小的话就是 也是一样 气势比较弱 比较让给对方 第三个特色是 拳骨不太明显 就是这个拳骨 拳嘛 拳 就是拳 长拳 长拳 要管人家 那在管人家方面 他比较没有很主动的争取 他可能比较消极 比较退让 比较和平 就给你管好了 这事情我不管 让你去管好了 所以第三个特色是拳骨 第四个特色 各位注意看一下 眼睛的下面这边 有青色的筋 就是下面有长筋 有长筋有才算 有筋啊 青色浮起来 那如果有些人 他的皮肤是比较薄的 那个就是了吗 因为有些薄 皮肤会看到 但是不一定会在这里浮起来 他可能会在北的地方浮起来 这个地方青色浮起来 是表示他为家庭很烦恼 但烦恼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有点委屈求全 逆来顺受 除了这几个特色之外 另外还有两个特色 那么因为在那张图里面 没有办法表达 所以我另外画了两张图 好 第一个就是额头后仰 我们通常额头应该是往上 对 这样上来 但是有些人的额头 直接往后飞掉了 我们真的会飞 有些人是额头 就是他的那个 对 这边的角度比较斜一点 比较斜一点 比较斜一点 那就表示他的 因为这个额头 是代表一个人的思考 代表自己的主见 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表示他没有坚持他的想法 他算了 这件事情就让人家算了 好 这个是额头 最后我们用手相来看 手相有一个小指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你的整个手里面 你的小指特别短小 而且有点弯曲 什么叫短小呢 没有到无名指的这一节 然后又有点弯弯的 这表示他不敢表达 因为小指代表一个人的表达能力 或者代表一个人的口才 那因为他如果跟老婆 在争吵的时候 讲事情说 他讲不清楚 或者不敢讲 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想法 完全地显示出来 那这样的话 当然也是属于这种的 委屈求全的 或者说比较 果断力比较差 决策力比较差 那有些人本身 他这个手比较短的那种 那是整个短 整个短 它是一个比较 并不是只有小指短 我现在说整个短 那是另外的论话 那么今天我检掌注意看他一下 他的右耳的下面这个地方 有一条线 右耳这一条线 很深一条线 怎么会有一条线 这条线在如果说 以身体来讲可能是血液循环 但是如果以夫妻来讲 就是有点要让老婆的意思 怕老婆 不要说到怕 怕这个形容词不太好 意思就是说很尊敬老婆 好深一点 能会听老婆的话 那么左耳 左耳这边不太清楚 一点点 这边还有点清楚 它两个都有 我以前这边 也跟这边一样很深 现在越来越浅了 是越来越不怕吗 越来越不听 表示开始要造反了 有这条线 基本上就是蛮听话的 真的 真的喔 就比较会听话 那这样以后女孩子找男人 只要看这两边有 但是这条线通常婚前 都不会出现 这条线大概都要到 中年之后才会出现的线 一般男人大概中年之后才出现 但是有些出现很浅 有人出现比较多 就是被踩久了 就会有那条线 可是我想问一下 你跟你 这个跟你老婆 跟义君姐 就是两个人 在花钱方面 谁比较省 她 她比较省 对 所以你比较容易 你比较会花钱 因为你买人参 没有 就他在沈小千花大钱 你不是会 是不是在购物频道买东西 脆 对不对 她上次有说 对 你怎么懒成这样 你买什么 买原生吗 不 看 只要看到喜欢的 就电话拿起来就开始 不然就 快 快 打电话 快快订一下 这个不错 像我又买那个什么 泡脚鸡也买了 泡脚鸡也买了 泡脚鸡 真的 还要讲 还有 那个什么要 那个倒立鸡也买了 可以倒立的 倒立 那要干嘛 协议循环吗 躺上去 对 然后这样一实力 整个就可以倒立 那不是那个用的吗 夫妻之间炒饭用的 你讲的是 手术台的八条鸡 那个好像 那个东森好像没有在卖 那个应该 我觉得那个 你的建议不错 我觉得那个应该推出来 卖一卖一卖 好不好 对啊 很多人都想买一台回去 就不要去汽车旅馆 对啊 所以其实在花费方面 其实也是属于那种 凯子爹凯子娘的那种 那种 那种个性 对不对 所以没关系 我们今天呢 还是要请这个高老师 大家赶快来测试看看 这个呢 今天要测试的是 在另外一半眼中呢 你到底是不是一个 凯子爹 还是凯子娘了 好 来 好 其实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自己蛮大方的 可是呢 对方到底呢 会不会觉得 我们是不是真的是 那么的大方 今天想测验呢 我们就进入你的潜意识 我们测验一下呢 在另外一半眼中 你到底是不是个 凯子爹 或是凯子娘呢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 就可以知道了 如果你在家看购物频道 你会最想要买哪一种东西呢 平常大哥 特别为你设计的 好 那就来看一下 有什么好不好 好 第一个就是 衣服 衣服 衣服的名牌衣服 第二个呢 是特惠的旅游假期 对啊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呢 是便宜的高级水果 对 比如那个 什么黑金刚的那个 莲霧啊 对 比如在市面上500 你可以买300块 水果也买过 你买过什么水果 我买过 我买那个 那个 什么 就是樱桃 樱桃 一整合的 樱桃 对啊 整合的啊 2000块钱 我觉得很方便啊 它刚刚下飞机的 然后又 反正又是大卖的价钱 一通电话 它就送到家里来 为什么不好 所以 你买的还真多 我 对 那你三个 你会学哪一个 最想买哪一个 最想买哪一个 最想 如果现在你看到了 这三样 那当然是便宜的高级水果 三 OK 唐老师你呢 二吧 二 便宜的套装行程 那黄老师你呢 二 就刚好我喜欢的行程 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人不要 都不会买 你都不会买 对 我完全没有 物欲这件事情 我不会想要买东西 那你会变成一个富婆了 不是 他已经是了 他最喜欢买的就是房子 我选三 水果 那观众朋友 如果选完的时候 我们请高老师来 告诉大家另外一半 这个眼中的你呢 到底是不是一个凯子爹 我是凯子娘了 好 观众朋友 那如果你在家看购物频道 你最想的是买那个很便宜 买的名牌的衣服的话 如果观众朋友 这个单我们来看一下 在另外一半眼中 你是 到底是不是个凯子爹 或者凯子娘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半眼中呢 你的你是凯子爹 凯子娘的值数呢 只有20啊 因为呢 希望另外一半呢 能够越来越好的你呢 不会吝啬在另外一半身上投资啊 所以如果另外一半要进修的话呢 你会在金钱上支持他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单呢 就另外一半在眼中觉得说 只有在投资自己的时候呢 才会最划算的 所以这个现场都没有人选 才20 对不对 对 好 当然看一下选择二岛特会的 这个旅游假期 像唐老师跟这个黄老师选的 好 观众朋友 如果你在家看购物频道 你会像唐老师黄老师一样 会觉得这个旅游假期非常的划算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两位呢 或是观众朋友在另外一半眼中 他们到底是个凯子爹还是凯子娘 我们来看一下喔 另外一半眼中呢 你们的凯子爹凯子娘的指数呢 还好只有55啊 因为心软的你们呢 是个凡事好商量的人呢 只要对方装可怜 你就会忍不住掏钱出来喔 所以OK啦 其实还蛮符合人性的嘛 心软嘛 对不对 不过我们还好嘛 我们来看看第三种水果 对 便宜的高级水果 像我跟简厂大哥选的 好 观众朋友 如果你在家跟我看购物频道 也会像这两位一样 他会觉得便宜高级水果 才是立刻可以享受到的话 如果你也选跟他们两个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在另外一半眼中 他们到底凯子爹凯子娘的指数 到底有多高 我们来看一下 恭喜你们在另外一半眼中 你们凯子爹凯子娘的指数 有99啊 因为孝顺又顾家的你们 只要对方是为了照顾家人 你一定二话不说的帮忙到底 对啦 你是个家庭 对 家人 非常非常孝顺的人 对家人是对的 没有话说 而且你觉得说还够不够 如果不够的话 你还可以拿更多出来 所以观众朋友选这个单 其实蛮恭喜你们的 你们都是一个非常爱家又顾家 而且会对另外一半的家人 跟自己一样都非常好的人 所以我们大家都已经做完测验 而且都知道说 各位凯子爹凯子娘 我们自己心里都有数 接下来还有更恐怖的事情 要发生了 这个我们接下来 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黄老师 从生肖排行榜来看一下 在五月份呢 你的荷包会缩水的 到底是哪几个生肖会上榜 来 黄老师来公布一下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国立的五月份 就是农历的四月份 这个荷包会缩水的生肖 注意我们不是讲整年度 不是讲说全年这样 只是这个月 五月份这个月呢 要你小心 那我提到的这个生肖 一共三个 那么请你注意一下 你自己的荷包 好 我们先看一下第三名 意外支出难以应付 这个通常可能你临时家里 可能要修理房子 或者修理汽车 或者有某些用途 让你的荷包 可能要大量的失血 好 这是什么生肖呢 这是属猴的 那么属猴的尤其是 1980跟1968年次的猴 那么在这间五月份的话 请你要注意 要提醒你小心 其实我们看一下第二名 购物增加超出预算 这个男女都有可能 当然女生可能比较多 这个购物呢 对啊 比如说 女生很会买 买衣服来买化妆品 或有些不必要的东西 好 这是什么生肖呢 请您注意 这是属蛇的生肖 两位老师 那么尤其是1977跟1965年次的蛇 1977怎么会中了呢 这是很讨厌 对啊 不要这样 1989 我们来宾都笑了 OK啦 好 最后我们看一下第一名 第一名的最严重 所以他排在第一名 亲友告急易变连累 这个表示数目字蛮大的 对 例如说兄弟生意失败 要你走转 或者父母亲还好 父母亲标会倒了 可能要你去提供什么什么之类的 金额最大 所以我把它列到第一名 就是五月份要注意就是了 好 这是什么生肖呢 好 这是什么生肖呢 是属老虎的 那么尤其是1962跟1950年次的老虎 请你在五月份特别注意这件事情 有 真的喔 真的 我五月份要装修 然后要买新的电视跟冰箱 这样 对不对 那都是很大的支出 没错 没错 超出预算 有超出预算的状况 所以在五月份呢 可能在金钱方面大家要这个 索紧一点 该花的花一下 那不该花的就尽量不要去花费 看一下我们讨论这些 针对这个观众朋友他们的想法 就是说 到底什么样新作的这个男生 这个 他一定会去偷这个 他朋友的这个老婆来玩一玩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朋友 这个是很正直的 这个朋友妻是不可戏的 好 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朋友妻不会戏的 跟朋友妻会偷偷戏的 那这个 这个我们只是讲一个倾向 不是说这些人就一定会 但是多少你留神一下 这些星有一些可能有点危险的朋友 你可能就要离他远一点 那太阳金星两颗星都要看在里面 那我们检场呢 太阳是在这个双鱼座 金星在水瓶座 那我们就来看看你有沒有上榜 那么黄老师是金牛座 金星是在双子座 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都是男生 所以大家很好辨认 来 第三名太阳金星 这个不会漆的 好人是谁 那就是 天平座 天平座是属于 他会跟女生成为好朋友 提供你必要的协助 可是该避嫌他一定会避嫌 很少天平男是很白目的 通常只有朋友妻喜欢上他 没有他去 喜欢人家的 没有他去喜欢人家的 他绝对不会做这个事 对 道义 因为他是很重朋友的人 对 他重朋友 而且他觉得人要有道义 他会照顾 可是照顾到后来 他如果快要擦枪走火 他也会避嫌 他会退 然后也会跟女生小以大意 所以这个朋友是可以放心的 好 第二名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黄老师的金牛座 金牛座再哈也会等你们分手再说 真的喔 对 要不然怎么说 就是他就是不会 他就是没有办法 他不会有感觉 是 就是说他就会变成说 那种感觉就是他很清楚 自己在门里面还是门外面 他已经不在候选人里面 他就没有必要施展什么浑身血树 他就隔岸观火 所以这件事情跟他的关系 就是隔岸看一个火这样子 对 那也烧不到他 可是也可以欣赏 所以对金牛座的人而言 他也不想惹这种麻烦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第一名是太阳金星 如果落到了巨蟹座的话 巨蟹座是属于那种 他没这个胆 有一个大 他就是没有这个胆 不管他心里爱不爱 喜不喜欢 他可能偷偷瞄 或者是其实他有小骆乱状 但是他就是没这个胆 而且如果朋友 其实主动一点过来的话 他还会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子 就是胆子很小的那一型 因为他觉得这个状况太复杂 他惹不起 所以巨蟹座的人 也不会欺负你的老婆 所以这些男生就不用担心了 而且他是 那你会交朋友交这一类的 对 而且巨蟹座 他会走大哥哥路线 就是以后你的老婆交给他 他就是大哥哥 他会谨守那个分寸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朋友 欺负偷偷偷戏的是谁 防着一点 第三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摩奇 摩奇 错了 他一派文文儒雅的赵人君子 可是他有闷骚的倾向 而且他也不排斥 就是他对女生也很好 然后女生的 对他的靠近 他是采取那种不拒绝不主动 但是也不负责 那女生就会觉得他很神秘 或是觉得 你怎么跟别人男生不一样 那摩奇不知不觉就搜集了 很多别人的老婆在手里 搜集 好气喔 真的就搜集了很多 他有这个嗜好吗 不晓得 他也不是成就感 他就来者不拒 对 所以如果哪一天东窗事发 他也是无辜的 因为他没有主动过 然后他只是不想伤害女生而已 这个怎么说才好呢 好我们来看第二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天蝎座的话 真的 他就是很喜欢证明自己有魅力 那尤其是朋友的女朋友 更好证明 因为不会有很麻烦 可是会认真玩下去吗 通常这个算是玩火 但是一般来说 应该不会认真 因为水象还是毕竟怕麻烦的 有点像巨蟹这样 可是他就是犯贱 手会痒 就忍不住觉得 你真的觉得你男朋友比较好吗 你不觉得我比较好吗 会有一种比较的心态 多少就会强力放电一下 那也许就是会夸赞对方两句 天蝎座就是当他要吸引女孩子的时候 他嘴巴真的很甜 而且真的很大方 然后他享受那种女生注意到他了 或甚至女生暗恋他 但是又不能在一起的那种 淒美的感觉 他还蛮喜欢享受的 是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狮子 扶我 是喔 是的 那他会怎样 像小猪跟欧汉神 你说小猪跟欧汉神啊 喂 我是说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对 其实 其实狮子 狮子就是那种有缘分嘛 而且他也不常喜欢一个女生 尤其是有一些真的很不错的女孩子 然后也很大方 然后 腰跳淑女谁不好求啊 这个好求就是 大家都有平等的机会好不好 你杰足先登那又怎样 你如果对他不够好 他自然会被我吸引 所以狮子座抱持的态度是比较健康的 他就觉得说 我们谁都是在 永远都是在公平的起跑点上 那也不会去借地什么 曾经被我的朋友用过 他不会觉得这是什么障碍 是喔 所以他觉得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所以狮子座是有可能的 朋友去偷偷洗 而且有时候还不是偷偷 所以还蛮迷目常态 对啊 真的 那这个 这都是讲男生就对 对 男生是男生 女生呢 不会这样 我们下次会这个 针对女生来讲一下 就是会去抢人家老公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都会 有做这个分析 因为我觉得男生这种事情的话 比较普遍一点 倒是女生的话 就比较稀奇一点 是的 女生就看到 有些人是会去抢的 对啊 对啊 对 很恐怖的 他就是故意见面 然后眉来眼去这样 有意无意 而且男生又很好追 对 因为隔层纸嘛 真的 一抽就过了 而且刚刚就这样弄你一下 你就被挑起来了 对 所以你看 好啦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谢谢我们的警场大哥 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嗨 谢谢你 要运助我们的麻辣一家亲 对 收视长虹 这个之后会上班 有空来客串一下 有机会吗 谢谢 谢谢警场大哥 谢谢 谢谢三文老师 谢谢观伴我的收看 谢谢 张孝卿为什么会客夫呢 问题就出在床上啦 这些孝卿太强了 可是老公不行 有 有 不好意思 可是这样也有会客夫啊 因为太糟 对啊 他老公也 超死的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透过东森卫视 及e-titter day网站 收看本节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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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